胡雄店家里已经有一部汽油车了 打算再买一部新能源存电动车吧 不用太大 去店里看了大众ID4存电动和比亚迪元PLUS存电动 请问这俩车哪个开着舒适 舒服 哪个质量可靠 安全性好 确实是啊 现在我们买新能源车型呢 非常注重的就是一个安全啊 不出事 这个可以 一出事啊 大家都知道什么后果 那么安全性来讲呢 新能源车型谁都不能跟你百分之百承诺啊 哪个做新能源的 他车的没有出过这个毛病呢 是不是安静性方面都出过 是不是 你像比这个特斯拉呀 经常发生 对吧 即使是比亚迪他也发生过 对吧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这两口车到底哪更好 首先呢 他的价位差距很大 这个大众ID4呢 要比比亚迪元PLUS贵个 低配要贵个四五万 顶配要贵个十万呢 所以说比亚迪元PLUS更加便宜一些 再一个差距是啥呢 比亚迪元 别看他便宜啊 他是个前驱动车吧 而且他这个从低配到高配啊 都有这个热泵空调啊 非常不错 这个比亚迪的这个专利技术 热泵空调 冬天 你下热的时候呢 也用这个空调压述机 但是说呢 耗电量呢 比平时那个PTC啊 耗电量要小很多 这样就能增加了冬季的这个续航里程了 是不是 本身电池嘛 冬季续航里程是短 这样大大增加冬季的续航里程 非常不错 而这个大增的埃迪斯呢 它是个后驱动车了 但是呢 它低配和次低配 没有这个热泵空调 只是普通的PTC加热 那么高配车型呢 热泵空调呢 还去单独花钱去选装啊 所以说这点就不厚道了 这么贵的车吧 比比亚迪元 宋普拉斯 元普拉斯贵了10万块钱左右 那么还得用你换机选 这就是非常不厚道了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 这辆口车的 三电 那电池这块 都有哪更好一些 比亚迪嘛 大家都知道 自己的三电技术 自己的 磷酸体理电池 倒闭电池 都是引以为傲的啊 质量上 还有续航领程上 耐低温上 耐高温上 都是非常优秀 非常好的 元普拉斯 百公里加速 八秒以内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加速这一块呢 作为一个家庭用的四段小车啊 已经是速度非常非常够用了 性能也是非常好 非常不错了 并且厂家对这个电池质保呢 手上车手不限定行 不限定行的质保你 当然了 这个质保呢 一听啊 很引人注目 非常有信心敢这么喊 但是你想要得到这个质保 你要又受到一些 比亚迪的调丢框框 去约束你 所以说他这个推出口框呢 不是所有人都满足的 希望以后能改正 既然比亚迪喊出了这个口号 尽量让大家得到这个实惠 对吧 比亚迪元普拉斯这个电芯呢 是费迪的一个电芯啊 这个费迪 就是这个比亚迪下面的一个分场 说白就是自己的一个电芯 非常不错 大众爱迪式啊 大点是一个三元的电池 他这个电芯呢 都是由这个时代一线提供的 时代一线啊 就是宁德时代和中国一线 合直建厂做的一款 这个电池和电芯 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的啊 也就是说 大众爱迪式 它的核心的技术 都是来自我们国内的电池和电芯啊 所以说 就是说换个标 换个壳而已 其实就是我们国展车的 底盘悬化呢 就大众来调教的 换个大众标 要卖这么贵 比这个比亚迪元普拉斯 卖贵很多 其实做新的员在我们国内 比亚迪敢出第二 没人敢出第一嘛 大众他也不行 对吧 所以说 一换个标 大众就卖的这么贵了 其实大众爱迪式车怎么样 是不错的 挺好 外国内车都很漂亮 它的底盘防护这块 做的比比亚迪元的好很多 用着铝合金护板 还有这个树子 这个护板啊 非常不错 这点做的不错的 那么底盘的扎实感呢 是德系的大众的一个强项啊 底盘调教的 也是非常优秀的扎实感 非常不错 本身嘛 一个存在车型 背了一块大电池 扎实感就是很优秀的 这家呢 很好的调教 是非常不错的 底盘的质感呢 要比这个圆plus 稍微略好一些 但是这两台车开起来呢 安静性上 还有这个性价比上 觉得是比亚迪元 更好一些 便宜 十万八万的 是不是 那么大众爱迪式呢 卖到十八万 到二十八万这个价位了 有这个价位啊 咱原型可以考虑 比亚迪汉比亚迪糖了 咱就不选择 你大众爱迪式了 是不是 那么买个仅充计的 小车纯正车 四十多万 我感觉挺好 二十多万 我认为就可以选择比亚迪糖了 对不对 就不至于选择你这个车了 或者是你买大众ID6了 对不对 我认为就是这样了 所以说这两款车呢 我的建议啊 你选择这个比亚迪元plus 就这一个热门空调 就要比你这个 大众ID4要好很多 是不是 那你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两款车子的小伙伴 对我说了没有 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